法务部在19号将前总统陈水扁移间台中陪德监狱 民进党立委直呼不能接受 而法务部长曾永福今天则是表示 无论是移间的决定还是时间都是按照法律规定 甚至是公布了一段陈水扁在北荣的时候散布的画面 证明他一切正常 不过看在家属眼里可不是这么一回事 陈信云今天探视陈水扁的时候 表示父亲仍然相当恐惧 陪德的环境对病情好转并没有帮助 法务部长曾永福在立法院公布陈水扁 在北荣就医时的录影画面 画面中陈水扁脚不平稳 不需要参幅 双手也没有抖个不停 对于民进党立委批评法务部不尊重医疗专业 曾永福表示一切都是按照法律规定 你在这边也信誓旦旦讲了五次 尊重医疗专业 你又禁止训练不及烟河一大早 然后也没有召会这个当事人 你认为这样可以吗 居家疗养跟法律现行的法律规定不合 陈水扁先生的症状仍然不符 保外医治的条件 移送作业都是要遵严守保密规定 所以通常都在清晨办理 曾永福强调一切合乎规定 不过陈信宇在探视父亲陈水扁之后 对于裴德监狱所提供的医疗资源 很不满意 甚至怀疑有人会在饭菜里面做手脚 他们里面的人有听到有人在说 他被他的食物里被放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他能不吃他就尽量不吃啊 200多瓶的空间独立的卫浴设备 法务部试图营造有力病情的居家情境 破例给予预证史上最好的待遇 但与家属期盼的居家治疗仍有一段落差 也难怪这次遗奸惹出这么多争议 有段TV领委旭李黄轩台北报导